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全國人大終於在今天閉幕 閉幕以前 港版國安法就以2878票贊成 一票反對和六票棄權之下得到通過 實情自從上星期傳出有港版國安法推出之後 已經使得不少香港人想走軌 怎樣走軌呢? 就是將自己手持的港元 如果是閒錢的話 就一律轉成美金 這很明顯就是對於香港前途出現了信心危機 又或者是對於港幣出現了信心危機 根據多間媒體報導所說 就說全港各區的找換店 絕大部分的美元現鈔都已經被市民搶走了 可想而知 那個交易額是多麼大才行呢? 其中一間的找換店 更加在45分鐘內 就被人搶走了過百萬的美金 在這樣的情形下 很多市民去到網門釘 買不到這個美金 那怎麼辦呢? 有些人就改為在網上銀行那裡 就是進行外匯兌換 當然在網銀那裡搞 那個匯率是比較頑皮的 如果去到這個實體的找換店 那個匯率就會更好 甚至乎是可以隔價 只不過現在都信心危機 都不差再虧了幾元 其實相差不是很大 在網上銀行搞完這個外幣兌換之後 怎樣才可以拿回那些美元的現鈔呢? 有兩個辦法 第一 就是要打電話去銀行分行 問一下 到底你那間店有沒有現鈔?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不需要去百行一趟 第二 就是有個別的銀行 他就設有這個外幣的提款機 大家就可以去那些提款機 那裡碰碰碰運氣 但是這幾天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都不用特地去看 就算有美金也一早被人按走了 好了 除了兌換這個美元的現鈔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可以保住這個資產呢? 有很多市民就走去一些外資銀行 開這個戶口 實際上最好就是開離岸戶口 而且還要用這個BNO 或者外國護照去開 因為信心危機 如果你又用回特區護照去開的時候 到時怎麼知道 他會不會將你的資產凍結如何如何 反正你的資產都是要放在香港的金融體系以外的地方 不如索性 一不做而不休 就用一個外國的護照去申請這個戶口 這樣才包補萬無一失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建議的 當然你說如果沒有的話 就要用這個特區護照 沒辦法了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使得外資銀行門口又排長龍 被人拍照上網 實在是很虛陷的 這件事就沒得好說了 完全就是反映了真實的民意 市民就是怎樣? 用錢用鈔票來投票 這個就是絕對反映到市民的信心 哪怕你中國政府官員 或者是特區政府官員 走出來三西五令叫市民要放心 是不需要擔憂也好 市民當你的說話全部都是吃生菜 當正是耳邊峰一樣 因為過去的23年 原來你只不過是在這裡買時間 在收回香港之前 就托塔都答應你 又說讓你香港擁有民主普選 又說要保障你香港人的 人權、自由、法治五十年不變 那現在去了哪裡呢? 所以在97年的時候 香港人部分已經是蠢過一次 無論他當時真的相信你這個基本法也好 相信你中國政府的承諾也好 或者是純粹根本上沒有錢搞移民也好 在經歷了過去的23年的時間 尤其是在過去的一年 你的東西就全部被人看穿了 英文就是一句言語的 Full me tries, shame on me 為什麼呢? 如果你騙我第一次就是你無恥 如果你騙我第二次就是我 你騙我第二次就是我 所以香港市民 怎麼會對你這群人說的東西 是有信心的呢? 你說完的東西你自己都不相信的 你說完的東西 隔一段時間你自己都可以推翻的 而且是原則性地根本上地推翻的 不是說一個立場的轉移那麼簡單 只是說國安法 到底可不可以放在基本法附件三 已經可以看到了 所以你特區政府那群廢官容官 答應市民那些承諾算是什麼呢? 連最高領導人答應的東西都可以推翻 更何況你那群芝麻綠豆小官 你這群人都自身難保 將來會不會有朝一日被美國制裁 或者被共產黨清算 你自己都說不定 你還要答應市民的東西 有鬼人信你嗎? 這群人都多餘啊 先顧你自己 有沒有老婆子女 有沒有在外國擁有資產 這麼多話說 尤其是這個邱騰華 整天走去戰狼上身 又說獨立關稅區 就是基本法裡面定名的 定你的頭嗎? 國際認可你才有用的 你自己寫下去有什麼用? 獨立關稅區 中英聯合聲明也有說 那怎麼辦? 要國際認可才可以 國際不認可 你獨立關稅區 你就自己跟自己說 你跟大陸說嗎? 跟誰說 如果美國說要取消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他又迫其他盟友一起跟隨 那你有鬼用嗎? 這個獨立關稅區 基本法寫 基本法45條 夠寫了 要有行政長官的普選 第68條 夠寫得明說 有立法會的普選 又不見你去執行 一美只是說23條 22條 總之輸打贏要 有你便宜就嘻嘻笑 這些完全不是法治社會 擺明就是人治 只不過你不要以為自己是這麼大的事 你就算做到最盡 都是愛新葛羅普儀的角色 是傀儡 你不要以為自己真的掌握到權力才行 戰狼上身 你真是浪費鬼氣 接著就看看彭博的一篇文章 他裏有一個專欄是這麼說的 就說香港的地位重要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是一個cash cow 即是現金牛 他引述華府的官員說 已經準備好所有選項 就等待特朗普的一錘定音發落 他讚賞香港人在去年 為了抵擋自由被侵蝕 展現出無比的堅毅 但是美國政府針對香港的行動 就要波及這班香港人 所以他建議特朗普 要考慮給香港人有一個機會去入籍美國 雖然特朗普一向以來都是反移民 是很難接受的 但是這位專欄作家萊克 他呼籲特朗普要放下本土主義 說對香港人打開大門會有很多好處 因為香港人在創意和金融方面 有大量的人才 有動機離開 而美國是應該吸納這班人才 完全是同意的 香港人當然要有背景審查 你不要讓那些藍絲去 去到待會又來做護旗手 沒有意思的 這篇文章其實是體現出 留人不留島的精神 也反映到美國重視人的價值 這跟大陸有很大的分別 大陸一味就是要強調統一 一味就是要強調國家領土完整 諸如此類 他是強調留島不留人 美國是留人不留島的 實情 一個國家來說 人的價值是擺在第一 其次才是軟件 比如說獨立的司法制度 良好的核心價值 有資訊自由流通 保障人權等等 最尾才是硬件 你建造的摩天樓多高 或者建造的基礎建設 高鐵如何如何 那些是最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人的價值 美國就體現到這一點 哪怕你說他演戲也好 他做全套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說 那你到底中國是怎樣 中國就是重視在那些硬件身上 人的價值算是什麼 所以你經常發展得出一套理論 就叫做留島不留人 無論是對待香港或者對待台灣 都有這種論調 而且是為數不少的人都認同 那就是這些國家的悲哀 好了 最後就講講台灣總統蔡英文 他就在Facebook上發表了一篇鐵文 是支持香港的 他怎麼說呢 說針對中國繞過香港立法機構 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的決議 大風壓縮香港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 今天台灣的立法院也進行了相關討論 潮野立委都有共識 對北京當局提出譴責 此時此刻 台灣全體不分政黨色彩 不分政府民間團結起來 雙挺香港人民 雙挺普世的民主價值 同樣在今天 台灣的行政院已經啟動了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 持續前一階段的工作 規劃香港人的居留 安置 照顧等更進一步的協助措施 相關的措施將會由陸委會跨部門協調 偏列預算、一注經費 並且透過政府設立的法人機構 整合民間力量公私協力來執行 隨著中國打破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香港的情勢惡化 亦對區域的和平穩定造成衝擊 台灣是有責任和國際民主陣營的夥伴 一起攜手合作 持續支持香港、支持港人 他們不會助視民主、自由、人權在香港倒退 蔡英文的這番說話 可以視作為在國際社會輿論當中的一管暖流 不是很多領導人可以說得出 大家可以看看德國總理默克爾 他到今時今日仍然強調 歐中維持合作是具有重大的戰略利益 他強調將會致力於和北京保持重要和具建設性的對話 而他的目標就是要和中國達成投資協定 並且在應對氣候變遷和全球衛生挑戰方面找到共識 即是說 他擺明是要和中國繼續做生意 繼續尋找在貿易當中的利益 對於美國方面又怎樣呢 默克爾就說 他終於體認得到和美國的合作已經變得比他想像之中困難 並且點出了 歐盟和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貿易、氣候變遷和世衛組織等議題上是具有重大的分歧 當然 德國 大家可以看看歷史就知道了 其實 長期以來 他都不想屈居在美國之下 雖然 對於那些被政治迫害的人來說 德國是以一個最包容的態度 來庇護他們 實際上有很多從中國逃到德國的人 是受到了德國的政治庇護 但顯然在貿易方面 德國就是另一個立場 他就是要和中國做生意去謀取利益 大家還要不要忘記有一件小事 就是發生在2018年的時候 在加拿大舉行的G7峰會當中 當時特朗普氣弄馬克爾 特朗普就拋了雙手坐在那裡 另外那六個工業國的國家領袖 就圍著他來吵 特朗普就一臉不屑 到最後談不完的時候 特朗普就在三袋裡 拿了兩粒橡皮糖出來 就劈在桌面那裡 跟默克爾說 不要說什麼都沒有拿走了 至少你還有兩粒橡皮糖 這一番的氣弄當然是 默克爾就記在心裡 所以默克爾現在就說 跟美國的合作變得比他想像之中困難 相信就跟默克爾對於特朗普的印象 不多不少是有關聯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